跟地球之間的相對關係 地球跟月球之間的相對關係 以及太陽、地球、月球它們之間的關係 首先我們來看到講義上面 我們介紹到太陽 太陽是一顆恆星 它表面上 恆星表面就是不斷地在進行什麼 核融合 好 我們介紹底下的一篇影片 同學先看完之後 你就知道 太陽它本身的黑紙、日冷、太陽風 到底是什麼因子 太陽表面向外輻射的能量被磁場阻擋 使得這一區域表面的溫度下降顯得比其他區域黑暗 因此被稱為黑紙 太陽的磁極每十一年反轉一次 太陽黑紙的磁場也隨之變化 因此 黑紙磁場的變化週期是二十二年 最好看人家被尊重 很imen 它是因為 太阳中心温度高达摄氏1000万度以上 这些能量传到它摄氏6000度的表面 就以光和热的形式辐射到太空中 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地球吸收 黑纸、日耳等太阳活动 皆会干扰地球上的无线电通讯 也可能对地球的气候有所影响 在太阳最外围 由极其稀薄的高温气体组成 温度最高的地区可以到达百万度 日缅中黑暗的区域称为日缅洞 是太阳风吹出的区域 敏量的部分则为活动强烈的区域 太阳风是从太阳辐射出的带电粒子 离子和电子在太阳系的空间高速运动 所形成的稀薄气流 这段气流会随着太阳药斑闪映的强度变化 太阳风遭遇到地球的磁场时 带电粒子会被地球的磁场捕获 随着地球的磁场有两极陆大气层 这时带电粒子与大气层的分子 撞击便会产生极光 太阳风吹出的区域 從影片裡面同學很容易的了解到 太陽的活動它是會影響到地球表面上的磁場 甚至現在有很多的地球世界末日的預言 都跟太陽的活動非常有關 在好萊塢的電影 以這個話題拍攝的電影的影片非常非常的多 同學可以去參考看看 接下來老師二位同學介紹的是地球的自轉跟公轉 地球的自轉跟公轉 我們從北極的上風看下去的話 地球本身是什麼 是逆時針在轉 而且地球一邊自轉一邊繞著太陽的公轉 然後我們底下看到底下這個影片 好 Curious 拍攝 地球自轉公轉的方向 了解了地球自轉公轉的方向之後 你不然發現因為你要了解地球的自轉方向 你才能夠以我們的角度來看太陽的東升西落 來 注意 為什麼太陽會東升西落呢 我們從剛剛我們影片裡面看 我們從北極上空看下來 今天我們一個人站在這個位置 這一條線 老師藍色所畫的這一條 就是我們的地平線 地平線 那如果是太陽光從這邊過來的話 太陽光 地球是逆時針轉 所以這一個人接下來地球轉過去之後 他就會看到太陽什麼 從東邊升起 太陽升起的地方就是東邊 所以你看到影片上 你現在看到影片上 公仔在轉動的時候 公仔在轉動的時候我們逆時針轉 所以他本身你要知道 考試卷上面的圖片它是平面的不會動的 那老師現在把這個地球轉動一次 你看到我們圖片上來 公轉有沒有 地球在自轉的時候 公仔是不是跟著這樣子轉 逆時針轉 那你就知道這個角度的關係 以及時間的關係 好 接下來老師要為同學介紹的 從太陽東升西落之後 太陽的角度改變 從影子裡面我們也可以了解 那要了解這個影子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一個名詞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講義上面有講 來 同學看喔 他說在地面上垂直插一根竹竿 一天中太陽從東邊升起來的時候 東邊升起來的時候 影子會慢慢越來越短 越來越短 好 到正的時候最短 然後接下來又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老師接下來影片上 我們那個小熊的影子 有沒有 隨著我們燈光的移動 那個燈光就是太陽 隨著太陽的移動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小熊的影子 是不是會跟著太陽的角度 而長短不同 所以你要了解 其實你回到物理化學 我們理化那邊有介紹到什麼 光是直線前進的 那影子的造成就是光直線前進所造成的 你從這個地方你不然了解 太陽移動 我們影子跟著會移動 長短會跟著改變 好 那我們要了解這個字 我們要看到我們講義上面的第三點 你看喔 如果我們從正北方畫一條 通過觀測者的天井 而到達正南方 這一條線就稱叫做植武線 植武線 好 同學我們來看到這一個 來 所謂的植武線 所謂的植武線 今天 我們在這一個 這個是北極 這個是南極 我們從這個地方 當我們畫一條我們所謂的金線 畫一條這個金線 這一條金線 落地 就這樣一圈 我們人所在這圍 這一條金線上空這一條 這個我們就稱它叫做什麼 植武線 為什麼 因為紫時 五時 都會通過這一條線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植武線 好 來 植武線 來看喔 植武線 我們看到圖形上 這個人 上面 有沒有 當太陽 來到我們的 來到我們的正上方的時候 喔 正上方的時候 我們這個叫做天底 天底 所以你要特別小心 特別小心 今天植武線 可以用來定我們 我們的時間 如果 注意喔 如果在同一個半球 同一個半球 今天在同樣的植武線上 植武線上 他們的時間是一樣的 回去你複習一下 我們台灣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有一個時區 有沒有 我們時區是用金線來什麼 來定的 所以植武線 它可以用來定時間 同一條金線上 同一條金線上 的國家 他們的時間是一樣的 這個觀念你要記清楚 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地球公轉 地球公轉 自轉 為什麼會造成我們的 白天晚上跟春夏秋冬 來 首先你要記得 地球的自轉 就是要造成我們的什麼 日夜 造成我們日夜 有白天晚上 地球公轉 主要地球的公轉 再加上地球的自轉軸傾斜 會造成我們的四季春夏秋冬 四季春夏秋冬 好 同學你看著 今天就是因為我們這個自轉軸 今天我們這個自轉軸 這一條這個自轉軸 我們這個自轉軸 它離它剛好跟我們的 我們地球公轉太陽的平面 黃道面 它本來這是垂直的 傾斜了什麼 傾斜了23.5度 如果沒有這個傾斜的話 如果地球它在轉的時候 是這樣子 這樣子轉的話 我們地球上的每一個國家 就沒有所謂的春夏秋冬了 為什麼 因為太陽每天照射的角度 就會都一樣 所以這個自轉軸傾斜的 這23.5度 真的真的非常的奧妙 也就是這個23.5度才造成 造成我們太陽 一年365天 它照射的角度不一樣 照射的角度不一樣就造成了什麼 我們的春夏秋冬 所以我們看到講義 第一點 地球繞太陽公轉的軌道面 就成為黃道面 而地球 注意 地球 地球的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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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黃道面怎麼樣 夾23.5度 那我們的自轉軸 自轉軸是垂直 自轉軸是垂直黃道面的 那本來是垂直 可是因為我們的自轉軸 我們傾斜多少 23.5度 所以這個你要特別小心喔 地球的赤道 來 同學我們看到這個角度來 地球的赤道 赤道跟我們的黃道面是夾23.5度 那自轉軸本來是垂直的 垂直的 自轉軸跟自轉軸從垂直的地方傾斜多少 23.5度 所以你看 第一點 地球自轉軸傾斜23.5度 使得陽光在一年中最北直射到北尾23.5度 這一天我們在北半球叫做夏至 最南會直射到南尾23.5度 這一天我們叫做冬至 冬至 好 而陽光直射到 直射到赤道的 赤道的 兩次 一年365天兩天 這時候我們就叫做春分跟秋分 春分跟秋分 好 同學在這個地方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圖形 太陽直射的角度怎麼樣來看 老師一張一張的幫同學來介紹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 來夏至這一張圖 老師幫同學畫紅線 以及告訴你陽光照射的角度 然後照射到哪一個點 你要看得很清楚 你才能夠判斷出 現在是春夏秋冬哪一個季節 首先你看到太陽光直射北回歸線的時候 這一張圖 就是我們北半球的什麼 夏至 北半球的夏至 那太陽光如果直射到南回歸線的時候 這時候是我們北半球的冬至 冬至 那如果太陽直射在赤道 這時候 對南半球北半球來講 有可能就是春分或者是什麼 秋分 春分跟秋分 所以你看到 老師現在在影片上裡面 你注意觀察 地球本身 繞太陽轉 繞太陽轉的 公轉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到 公轉的時候 它地球本身 因為我們的自轉軸傾斜 所以在轉動的過程中 太陽照射的角度 是會改變的 是會改變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 老師和同學 特別特別介紹的 就是這個 春夏秋冬 本身地球公轉的時候 在哪一個點 會出現 夏天 哪一個點 會出現 冬天 然後 這一天 我們觀察太陽 在一天 所經過的軌跡 到底是什麼樣子 同學一定要把這兩個圖形 配合起來 進基測的考場 你才能夠很清楚的 把答案寫出來 同學 我們這一個單元 最重要最重要的觀念 就是在我們現在黑板上的兩個圖 老師剛剛從影片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 地球一邊在自轉 一邊在公轉對不對 現在我們把它定格 如果 如果地球繞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因為太陽直射到南彈球 你怎麼看呢 來 同學你特別注意 老師現在圖形上這一條線是赤道 所以太陽就照到我們的南彈球 所以這時候是我們北彈球的冬子 然後逆時針 注意逆時針算 冬天再來 春天再來 夏天 所以來到這邊 就是我們北彈球的夏至 好 老師在這邊要跟同學建立一個觀念 太陽光的強弱 不是我們地球距太陽的遠近 很多同學剛開始學這個時候 會被那種錯誤的感覺給誤導了 你看喔 現在地球離太陽是很近 可是對北彈球來卻是冬天 為什麼 這是因為照射的角度 照射的角度 所以聽喔 這個地方冬至大約是我們12月22 那接下來走到下一個位置的時候 注意這裡有一個名詞叫做近日點 近日點大約是我們每年的1月3日左右 1月3日左右 那這個地方注意 所以注意冬至這一天很靠近近日點 但不是同一天 那地球離太陽很近不代表 就一定氣溫一定很高很熱 要看它照射的角度 照射的角度 是跟太陽照射的角度有關 而不是跟太陽的遠近有關 好 那來到夏日呢 夏日大約是6月22日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 過了不久之後 7月3日 這個我們叫它叫做遠日點 就是地球離太陽最遠 在公轉的軌道上 它是離太陽最遠的地方 叫做遠日點 所以一樣的道理 夏日不等於遠日點 距離太陽遠也不代表 天氣就會比較陽爽 因為這時候太陽直射北半球 所以是我們的夏日 好 這是我們公轉的軌道圖 就是以太陽不動地球動 再講一遍 太陽不動地球動是這樣軌跡 來到這邊就是夏天過完 就是過什麼 夏天過完 過秋 這裡呢 這裡就是我們什麼 村 那你要注意什麼 羅老師這怎麼判斷 我跟同學講的 判斷這種突襲 有時候因為我們現在從這邊看 如果從黑板另外一邊看的話 我們的自轉軌方向就會不一樣了 所以注意 觀察春夏秋冬是看自轉軌 因為一般考試卷是不會畫得那麼清楚 太陽靠近哪裡 舉個例子 來 比如說老師現在畫這裡 把太陽畫在最中間 好 這時候我的自轉軌 老師重畫 變成這樣傾斜這個方向 所以觀察春夏秋冬你要看這個傾斜方向 這時候你注意喔 這時候北半球的冬天變成在這裡 北半球的夏天變成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圖的自轉軌跟這個圖的自轉軌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從自轉軌去判斷春夏秋冬 好 判斷完之後 來 你看著 老師剛剛講的 太陽不動 地球讓它轉一圈 那我們現在這個圖形 就是我們在操場上 一般我們考試 喜歡以我們加義 就是我們的北緯23.5度 就是我們的北緯23.5度 加義北緯歸線通過台灣的加義 以這個地方當作 當作我們課本教材的參考 來 首先你看著 這個來到這邊夏至這個地方 紅色的這個地方 紅色這個地方 這一天喔 這一天地球是不是要在這邊自轉一天 好 自轉一桌的時候 你看到的太陽軌跡會比較偏 注意聽喔 因為考試的時候你要在這邊 它升起的地方會比較偏北方 下去的地方也是比較偏什麼 偏北方 所以它是夏至這一天會東偏北升起 會升起的地方會東偏北 落下的地方會西偏北 這也要注意 這個地方要特別小心 這個地方 那如果來到春分秋分的話 來 就是這個 白色的位置這一天 正東邊升起 正西邊下落下 正西邊落下 然後來到這一個 來 這一個 橘色的冬天 這一天喔 冬至這一天太陽的軌跡 太陽軌跡是以 在東邊 因為它是在照射在南迴歸線 所以以我們地球 我們北半球的角度 看到太陽的話 會比較偏南方 太陽照到南迴歸線 所以北半球看太陽會比較偏南方 所以它升起的地方會在什麼 東偏南 它會在東偏南的地方升起 西下的時候也是什麼 西偏南 好 那這角度怎麼算 來 看這裡 以這一天 來 北半球的夏至 6月22這一天 這一天喔 這一個時候 這個人是站在這裡 這中午12點 我們以中午12點正午 正午的時候 太陽會正在正上方 所以影子非常的短 影子非常的短 那如果以這一天 冬至 冬至 12月22日 12月22日 冬至就是這一天喔 這一天喔 這一個橘色線對照那一天 來轉一圈 這時候你注意看了 我們的正上方這個叫做天頂 天頂 剛剛圖片上 老師有給你介紹過 天頂往下 所以這個叫天頂角 太陽 注意 太陽的天頂角這個地方 因為它直射難回歸線 23.5度 23.5度 它的天頂角是47度 可是我們仰角看太陽的時候 我們的仰角是43度 因為這是90度 所以注意 這時候你如果人在這個位置的話 人在這個位置的話 你的影子 來 你的影子相當於 在我們數學裡面 你今天人站在這裡 光線從這個角度下來的話 這個地方是43度 43度 這邊是47度 大約很像 注意人的高度跟影子 跟影子 你會發現大約相當 因為如果以我們數學來講 47 43 這個大概45 45 像等腰 直角三角形 但是如果真正要比的話 我們數學會講 大腳對大邊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真的要比的話 冬至這一天我們的影子還是會比 影子還是會比身高來的長 比身高來的長 因為大腳對大邊 這時候聽到 如果以天頂 這個是剛才最高的位置 天頂的話 春夏秋冬 來 春夏秋冬 注意聽到 這邊影子最短 影子最短 然後慢慢的影子變 來 來到這邊 你看喔 影子變長 再變長 所以從這邊影子很短 一直來這邊 影子最長 影子喔 然後 這裡最長對不對 照射檔回歸線之後 就回去 所以從這邊 影子就會越來越短 我現在講的是影子 shadow 影子 影子 影子的長短 在正古的時候 影子的長短是這樣的改變 要了解嗎 老師在講義裡面有幫同學整理出一個表格出來 同學你一定要特別特別了解這個本身 他本身告訴你的一個規律 所以如果考試考得更變化一點 他說如果你從秋分到春分影子是什麼 看這裡喔 先變長再變短 有沒有看到 那如果是從夏至到冬天 他的影子 我們的影子喔 正古的時候影子 我們是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所以這兩個圖 你一定要配合一起念你 才會很清楚 春 夏 秋 冬 看到 來 正題版本來 春 春 過完 夏 春 春 夏 秋 冬 所以 這裡 一年365天 升級的位置 太陽升級的位置 它是會改變的 會改變的 會改變的 所以你要特別小心 紅色的 就是這一個地球在這邊繞影圈 看到的太陽回擊 橘色的就是在這裡看到太陽 冬至這一天看到太陽的危機 所以這一天我們的白天最長 北半球 這一天我們的白天最短 最短 這個在我們題目裡面 老師會幫同學以題目類題 來把同學再解釋一遍 這同學你一定要很清楚 才有辦法把這個單元 確確實實地學好 好 那我們介紹完這個 公轉的軌道跟我們太陽的軌跡 太陽的軌跡之後 你要特別小心 老師剛剛有跟同學提醒過 提醒過什麼? 我們覺得熱是因為太陽照射的角度 不是距離太陽的遠近 所以這個地方你有一個數字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跟我們數學有一點關係 有一點關係 現在有陽光從這邊照下來 陽光從這邊照下來 跟這樣照下來 你有沒有發現 同樣的陽光 在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的面積 老師剛剛有跟同學講過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大約 我們只能講說大約是等腰直角三角 所以這個地方變長是1的話 這個大約是根號2 根號2大約是1.4多 但是因為這個不是完全直角 所以你看到 來 老師現在圖形上告訴你的 有沒有 夏天的時候 整個陽光集中在這個面積 冬天的話 它是面積會變得比較大 所以這裡有一句話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冬天所得到的能量平均在這個 因為這個面積大約是它的1.5倍 面積這個地方A 冬天的面積跟夏天的面積 這個A代表area 代表區域 冬天太陽照射的面積 冬天照射的面積跟夏天照射的面積 好 大約是3比2 這是1.5 大約1.5 所以它分到的能量 大概只有夏天的3分之2 夏天的3分之2 講題上面可以畫出來 同學看一下3分之2 所以我們冬天 因為單位面積得到的能量比較少 所以感覺到什麼 溫度會比較低 就是這樣來的 好 所以從以上的介紹裡不然發現 地球的公轉跟自轉 你只要了解它本身 它的形成的原因 地球自轉和傾斜 以及它在公轉的時候 它太陽照射的角度變化 你就不難去體會到其中的奧妙 也能夠很清楚地在考場裡面 很清楚地思緒 然後把題目解出來 好 接下來老師要為同學介紹的是 地球跟月亮之間的一個關係